明镜广播电台 BBC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 习特会中美领袖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即将上演的首场习特会 吸引眼球之处 首先在于中美两国是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长期在全球事务中掌握话语权 中国在一些地区性事务 尤其是经贸事务中的影响力逐年上升 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以及纽约时报 则撰文从个人角度分析这场会议的重要程度 作为一名政坛新手 职员不讳而且急躁的特朗普 在竞选期间通过抨击中国获得了很多选票 但他并没有对这些观点提供太多细节 比如说他一直批评中国抢夺美国人的工作岗位 还在推特上称落置全球变暖的气候条约 是中国摧毁美国制造业的轨迹 这次峰会上 特朗普需要向国内民众诠释他如何兑现这些承诺 相比于对手习近平 特朗普的权力地位远远算不上稳定 民调结果显示 他是由统计数据以来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新总统 他执掌白宫之际 美中两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此消彼长 他发布总统令宣布美国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既可以视为其支持者的胜利 也可以看作美国从亚洲撤退的信号 特朗普有足够的理由需要一次成功的中美峰会 上任70天以后 他的政府仍然处于危机之中 他的行动评论以及推特上所说的话 经常招致猛烈批评 全世界都在怀疑 他是否能够充当一位全球领袖 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则对他表现出的不称职之处 心怀疑虑 虽然在朝核问题上 特朗普提出了正经四座的单条战略 但在人民币汇率 贸易密差 台湾关系 甚至南海问题等议题上 白宫的声调已经全面软化 一些分析指出 在亚洲领导人的眼中 特朗普是典型的那种共和党领导人 竞选时批评的声调很高 但上任后 对华政策回到传统轨道 尤其是在搞清楚自己的核心利益之后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这一点上更加明显 中国会寻求和他讨价还价并进行交易 相对于特朗普这位政坛新手 习近平的从政经历显示 他在危险的政治环境中游历了数十年 而且试图表现出和前任胡锦涛相区别的个性特征 习近平的措辞往往展示了非常传统而正式的政治手腕 喜欢英文贤通过用词和语言形式的技巧来定义外交关系 他被视为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 对于习近平来说 在第一个任期掌控了局面之后 他最看重的将是在今年年底的共产党大会上巩固自己的权力 并为第二个任期打好基础 因此习近平需要一次平稳的中美峰会 以避免国际关系出现动荡 同时避免市场动荡影响国内政治稳定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 虽然国内事业权重极高 但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近来习近平已经足够强大 但在国内并不是没有对手 他开展的强力反腐运动 已经促进了中共党内的党派利益 此次峰会对习近平来说不容犯错 因此他会努力寻求和特朗普达成共识 包括小心避免和美国的贸易战等 他习近平会小心避免任何可能被认为丢脸的事情 金融时报外交事专门作家吉迪恩·拉哈曼说 如果特朗普让他没面子 后果会很严重 纽约时报撰文称 习近平希望通过这次短期访问传递的信号是 他是一位坚毅的领导人 可以在美国总统阵前保持自己的观点 而这一点连一些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法做到 在今年年底的共产党重要会议之前 习近平希望让中国民众看到自己能够处理好和特朗普的关系 并扭转中美关系的危局 但是此次峰会既可能提升习近平在中国的声望 也可能导致巨大风险 两位领导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意见相佐 但习惯于基本安排的中国领导人 并没有和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习可能会低调处理一些争议问题 比如在贸易和朝核问题上做出模糊的承诺 说一些特朗普愿意听到的话 但同时避免对现行政策做太多改变 他不愿意让外界认为自己在退让或者被迫这样做 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共同点都很强势 其表现是习近平通过高要专制手段镇压意义者 封锁互联网言论 特朗普则处处强调美国优先 对于被普遍认为是这次峰会上头号议题的朝核问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凯利·布朗称 由于朝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中国的特殊关系 朝鲜问题将持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绊脚石 根据官方称中朝两国的关系是纯齿相依 布朗表示 中美峰会重视朝鲜议题的原因着有三点 第一 朝鲜是唯一一个和中国签订了安全协议的国家 第二 朝鲜和中国都坚持共产主义制度 第三 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举动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各位收听